理论上的话,它一次只能清一个 所以我们是一个抓一个 一个抓到一个之后再清 现在的话,我刚刚有试了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要批示的删除的话 实际上,我来看这个地方 里面资料夹 在这里 因为我刚刚又... 删错就完蛋了 我刚刚有试一下 我发现,其实它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它那个Ctrl G,这个地方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Kear的时候,刚刚是一次删一个 那现在的话,你其实可以怎么样 Kear Pass的话 它这个是可以 直接就把某一个 某一个目录里面的哪一类的 这个斜线后面的话,你可以信号 信号点信号也可以吧 信号点信号就是说 这个资料夹里面的所有的档案 不管说哪一种类型的负档名 当然如果你要负档名,你也可以加某一类的 那个负档名,它只会删那一类的 如果你是信号点信号,意思说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档案 全部都帮我Kear 掉 OK,那之前本来这个指令 我印象中一次只能删一个 它没办法批次 不过我刚刚试了一下 Enter 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指令 它是可以批次的 有没有 就直接把这里面的所有的档案都删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操作其实还蛮危险的 有没有 其实 如果你现在指向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那个C碟底下的某一个什么系统的 或者C碟好了 或者是C碟的Windows 那这样就是很大的灾难 因为里面只要有一些系统档案不见的话 那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或是没有试过 到底会怎么样 没有试过 不过 如果有试过的 有经验的 或许可以分享一下 OK,那当然尽量不要 给办这个应该是有法律上的限制吧 不然的话 如果有人就特别散布这个东西的话 那当然是会造成很多的灾难 所以如果刚刚的假设我要删除 我就可以不要读坏了 OK 只是说DIR还是必要的 为什么 因为DIR 如果假如目前里面空的 那我就不删档案 如果里面不是空的 那我就删 所以我还可以在这边 外面再加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那个DIR DIR里面找找看 有没有Excel的档 如果找完之后不等于空的话 那我就帮我删掉 OK 那假如里面是空的 比如说它回来DIR 这个目录里面的 这一类型的档案 如果等于空的话 如果这个不是不等于 是等于的话 那等于空的话 那表示说就不用删这个 等于它里面就空了 你干嘛3 OK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加一个逻辑判断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我上面又补了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判断呢 也是利用DIR 那DIR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多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如果这个目录不存在的话 有点像这样子 那假如说呢 如果呢 这个目录不存在的话 可能这里没有 或者这里没有 那怎么办呢 那当然我就帮它什么 产生一个VBA的那个资料夹 不然的话呢 每次都要自己手动 那不是感觉好像不够不够自动嘛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当然我们要尽量的怎么样 都帮人家想好了 有没有 尽量防呆嘛 让它完完全全 一次就可以全部都做对 而且不会发生错误 不会还跟他讲说 你一定要先在桌面上建一个VBA 如果没有建VBA 那这个城市不能跑 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在行的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城市的上方 在删除答案之前可以先检查 怎么样检查 特别需要 如果你要检查这个目录 是否存在的话 怎么检查 第一个 你在DIR后面加第一个参数 是那个目录的名称 在系列底下的users 底下就桌面上面 有没有这个VBA的这个目录名称 他会去check一下 逗点之后的话 特别需要 那你就是要给他 跟他讲说 你要给参数 逗点 我记得好像这个逗点 你会自动会跳出来 那你要找的是 那个什么呢 哪一种形态 这边的话有什么 VB这个directory 这个就是资料夹的部分 OK 当然如果你要找其他的 你会发现逗点 这边还有很多 有没有 隐藏 有没有 隐藏档其实甚至也可以 normal的话一般档 red only就是只能读取的 系统等等玩一堆 其中的话目录就这一个 后面的话刮弧 如果这个dir这个目录里面的话 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目录里面的这个找一下 是等于空的话 表示呢 他不存在VBA的话 那就帮我 怎么样 mkdir 所以多写 多写一个 如何建立一个目录 OK 那目前检查结果应该什么 应该这个为处 里面是没有的 OK 那就跑到这里来 有没有 那就帮我mkdir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 mkdir执行完之后 这边的话 就多一个目录了 OK 有没有 这蛮方便的吧 就几乎是 整个都帮他全部做完了 其实是类似DOS的 没错 甚至当然你也可以去 在这边执行DOS指令也可以 可以啊 可以执行啊 可以啊 你可以呼叫那个DOS 去执行DOS指令 没有问题 Python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它里面有一个叫Share的吧 Share 或者ShareSq 它也可以直接就执行 外部指令 你就丢一个命令出去 也是一样可以 也就是你不用那个 VBA里面的功能 这个function 也是一样呼叫DOS 所以有从 好像对DOS还蛮熟悉的 可以呼叫没问题 甚至你还可以写一个P字档 点BAT 你就直接呼叫那个P字档 就全部做完了 有没有 不就更简单了吗 对不对 OK 那都是OK的 你查一下那个Share S-H-E-L-L Share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帮我去执行外部的指令 甚至还可以去呼叫什么 呼叫那个Python 有没有 比如说我VBA要去执行Python 各位可以啊 有没有Python去爬完资料丢回来 我再去把它爬完的资料 再把它抓进来 各位可以没有问题的 也是因为以前我们都是这样 很多城市互相串在一起 都不是单一个城市 比如说我需要效率 我用C++写 然后我需要界面快速 我用VB写 然后再互相串来串去 都是会这样串的 不是说单一个 不是只能用一种方法 OK 但是你要想哪个方法 简单用哪个 像这边用这个 其实倒也蛮简单的 有没有 MKDI 然后把目录加上去 这个地方就有了 OK 然后其他的话一样了 就是检查一下 里面有没有 没有 没有的话就是帮我产生 这样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在补充就是这个Key 是可以用什么 星号 那你就不用再去跑都化回圈了 不过还是要DIR 先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东西 如果有的话 那就帮我 就是做删除 这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在云端上面 的第几页 这个地方 OK 第三页的地方 这个是判断目录是不是为空 这个是判断 有没有目录存在 如果没有就用MKDIR 当然如果你要再了解MKDIR以外 像什么 MKDIR是建目录 如果你要移除目录的话 这边其实也有 挖一堆 对,REMOVE 可以其他的相关的 他这边也有其他的这个乘数式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其实目录一大堆 就是指令一大堆 可以试着把这边稍微了解一下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OK 删除档案跟那个 批次删除档案跟 判断是不是有那个目录 如果没有目录的话 那我们就自行建立